嘿,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超猛的话题。 全球十大顶级科技发明让你变土豪的秘密。 你有没有想过,科技这玩意儿不只是耍帅用的, 它还能让你钱包鼓起来,人生直接开挂练。 2025年已经来到,咱们不能再当土包子,要跟上时代, 搞不好还能靠这些发明翻身变土豪练? 今天这期视频,我可是花了好多时间整理资料。 从全世界挖出来的十大科技神器,每一个都超狂,超实用。 让你看完,不止长知识。 准备好了没?那就系好安全带,记得订阅。 咱们一起冲啦,咱们一起来脑洞大开嘛。 第十,智能懒人清洁机器人。 好了,第一棒登场的是第十名,智能懒人清洁机器人。 哎,你不要看他牌,第十就小看他。 这家伙可是懒人家里的救世主咧? 你想想看,每天回到家累得像条狗,地板脏兮兮还得自己扫,多惨啊。 有了这台机器人,哇塞,人生直接解放了。 他不止扫地,拖地,连你掉在沙发底下的薯片屑都能吸得一干二净。 简直比你妈还勤劳好不好? 这玩意儿现在已经进化到2025年版,不止聪明,还会自己倒垃圾,自己充电。 甚至还能侦测家里哪里有怪味,直接喷点香香,给你进化空气。 听说有些高阶款还会跟你聊天咧,比如你问他,哎,今天心情烂透了怎么办? 他可能会毁你。 主人别气,地板我扫得比你前任还干净,开心点啦。 哈哈,是不是超贴心? 那怎么靠他变土豪咧? 很简单啦,现在这科技这么好,你可以开个清洁机器人出租店啊。 像我这种懒人,宁愿花钱租一台,也不想自己动手。 到时候你坐着收租,钱就哗啦啦进来了,多爽。 或者你再狠一点,直接搞个机器人清洁大赛,让这些小家伙比谁扫得快, 卖票收门票费,直播还赚流量,哎,这不就发了吗? 所以说,第十名虽然不起眼,但绝对是2025年致富的秘密武器之一啦。 第九,虚拟实境全息购物仓。 接下来是第九名,虚拟实境全息购物仓。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潮,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逛街不用出门, 试衣服不用换,直接在家就能买遍全世界? 这东西就是这么狂啦。 2025年的科技已经把VR玩到极致, 你戴上头盔,打开舱门,瞬间就站在巴黎香榭大道。 旁边还有个虚拟店员跟你说, 先生小姐,这件衣服超适合你,试试看啦。 然后你手一挥,衣服直接穿在身上, 360度照镜子,连屁股翘不翘都能看清楚,超爽咧。 更猛的是,它还能模拟味道跟触感。 想买个包包,手摸下去皮革感超真实, 想吃个虚拟甜甜圈,咬下去还有奶油香, 重点是零热量啦,这不就是梦想中的生活吗? 不过我跟你讲,用久了可能会分不清现实跟虚拟。 上次我用完还想跟虚拟店员告白, 结果摘下头盔,发现自己在跟空气讲话, 糗爆了,哈哈,开个玩笑,发财机会在哪里咧? 拜托,这种科技超适合开虚拟商城啦, 你可以把台湾夜市搬到全西仓里, 让老外体验吃臭豆腐,买真奶的感觉, 收他们美金入场费,赚外汇赚到手软, 或者你再搞个全西购物代购团, 帮不会用科技的叔叔阿姨买东西, 抽用金,抽到笑呵呵, 第九名已经这么萌了, 后面的你敢想象吗? 继续看下去啦, 第八,AI私人理财管家。 好,第八名出场,AI私人理财管家。 哎,你是不是觉得理财好麻烦, 看股票就头晕,存钱又存不下来, 这家伙就是来救你的啦。 2025年的AI已经聪明到不行, 他会自己分析你的收入,开销, 然后告诉你, 哎,你这个月泡面吃太多, 少买几包,把钱拿去买这只股票, 保证赚。 听起来是不是超神奇? 想象一下, 你输入你的存款, 哎,不多啦, 就三万块台币。 结果他五分钟内帮我规划出一个 三年变百万计划, 还会叫你别再买首摇饮料, 改喝白开水省钱。 虽然有点像被AI教训, 但他真的很准联。 听说有些人靠这玩意儿炒币, 买基金, 半年就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羡慕死我了。 想变土豪怎么办? 简单啊, 你可以当AI理财顾问的推广大使, 跟厂商合作赚用金啦。 或者你自己用它发财后, 开个AI教你便有钱的线上课程, 收学生学费, 躺着数钞票的感觉你懂的。 第八名就这么实用, 接下来还有更猛的, 别跑掉哦。 第七, 自适应智能服装。 第七名来了, 自适应智能服装。 这什么东西啊? 简单讲, 就是一件衣服穿上身, 它会自己变。 冷了, 它便羽绒服, 热了, 它便T恤, 下雨还能防水, 帅到不行了。 2025年的科技, 把衣服玩出花样。 你出门再也不用看天气预报, 随手抓一件丢身上就走, 超方便了耶。 我幻想, 自己穿着衣服走在路上, 旁边的人都盯着我看, 因为它还会变色耶。 早上是低调黑, 中午变骚包红, 晚上直接发光, 走夜路都不用带手电筒, 哈哈。 更扯的是, 它还能侦测你的心跳, 体温。 觉得你压力大, 就放点轻音乐给你听, 真的有够贴心。 发财秘诀咧? 你可以开个智能服装店了。 现在大家都爱炫, 这种衣服肯定卖爆, 标个高价卖给有钱人, 赚差价赚到爽。 或者你搞个智能服装时尚秀, 请网红穿去走秀, 直播带货一把抓, 钱包直接胖起来。 第七名就这么酷, 后面还有更狂的哦。 第六, 无人驾驶飞行车。 第六名登场, 无人驾驶飞行车。 哇塞, 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东西吗? 2025年, 已经不是梦了。 你想想看, 路上塞车塞到爆气, 直接按个按钮, 车子修一下飞起来, 十分钟到公司, 帅到炸裂裂。 这玩意儿不止快, 还超安全。 AI控制得比你老爸开车还稳, 绝对不会撞到鸟了。 想象一下, 假如你坐在上面, 感觉像在玩电动, 整台车自己找停车位, 还会跟你说, 主人, 到了, 下去吧。 超有未来感。 更屌的是, 他还能接送小孩上下学, 省时省力, 懒人福音啊。 怎么变土豪? 开个飞行车租赁公司啦。 现在大家抢着体验, 你租一天收个五千块, 保证排队排到爆。 或者你再狠一点, 搞个空中旅游团, 带人飞去101上看夜景, 票价随便喊, 钞票随便赚。 第六名已经这么狂, 后面的你准备好了吗? 第五, 基因编辑健康优化器。 第五名出场, 基因编辑健康优化器。 诶, 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可怕, 但其实超实用啦。 2025年的科技, 已经能微调你的基因, 让你变健康, 变年轻, 甚至变帅脸。 你是不是也想甩掉啤酒度, 长高个几公分? 这机器一按下去, DNA直接升级, 人生翻盘啦。 我听说有人用这玩意儿, 把自己调成永远25岁的状态。 皮肤超嫩, 连皱纹都没半条, 羡慕到不行。 更梦的是, 它还能修掉一些小毛病, 比如我这种容易过敏的体质, 直接改一改, 喝真奶再也不会拉肚子, 感动到哭啊。 发财怎么搞, 开个基因优化诊所啦。 现在大家都爱美, 你收费高一点都没人抱怨, 生意做到爆棚, 或者你卖基因优化体验券, 让人先试用再买机器, 赚到翻天。 第五名就这么屌, 接下来还有更猛的哦。 第四, 脑波控制智能家居。 第四名来了, 脑波控制智能家居。 这什么鬼, 就是你想啥, 家里就变啥了。 2025年的科技, 已经能堵你的脑波, 你躺在沙发上想, 好热啊。 冷气就自己开, 想肚子饿了, 微波炉就自动热便当, 懒到极致脸。 假如我有一台, 真的超爽, 心想开电视, 结果电视直接跳到我爱看的综艺, 连遥控器都不用拿。 听说有些人还用它控制灯光变色, 家里搞得像夜店, 超有气氛哈哈, 变土豪秘诀, 你可以卖这套系统啊。 现在大家都爱新奇, 装一台, 随便收个几十万, 客户多到接不过来。 或者你开个脑波家居体验馆, 让人来玩一天收门票, 流量赚到宝, 第四名就这么强, 后面还有三大王牌列。 第三, 量子计算个人终端。 第三名出场, 量子计算个人终端。 诶, 这名字听起来超高端对不对? 简单讲, 就是一台超猛电脑, 快到你不敢相信了。 2025年的量子科技, 已经下放到个人用。 你拿来算股票, 挖矿, 玩游戏, 随随便便秒杀全世界, 超狂脸。 我看过一台, 跑个3D游戏画面美到爆, 连NPC都聪明到, 会跟你吵架, 哈哈。 更屌的是, 它还能破解超复杂的密码。 听说有人用它挖到比特币, 赚到下半辈子不用愁。 怎么发财? 卖这机器了, 一台标个百万都有人抢。 或者你用它自己挖矿, 赚到钱再开公司, 躺着数钞票。 第三名就这么猛, 准备迎接前两名吧。 第二, 太空旅游舱。 第二名来了, 太空旅游舱。 哇塞, 2025年, 已经能随便上太空完了吗? 没错啦, 你花点钱就能坐这仓, 修一下飞到月球看星星, 帅到不行脸。 我是坐过一次, 地球从窗外看起来超美, 整个人都感动到想哭。 更爽的是, 它还有零重力模式, 你可以在里面漂浮翻跟斗, 玩到不想下来。 听说有些有钱人直接包仓开派对, 太空蹦迪你敢想象吗? 发财秘诀? 开个太空旅行社啦! 现在大家都想上天玩, 你卖票卖到手软, 赚美金赚到笑, 或者搞个太空直播, 带观众看宇宙, 流量爆棚。 第二名就这么屌, 第一名是什么呢? 第一, 全能仿生人助理。 好了, 重头戏来了, 第一名揭晓, 全能仿生人助理。 你有没有想过, 2025年科技已经猛到可以给你一个超完美机器人小弟了? 这家伙不只是助理, 简直是你人生的外挂啊。 长得帅, 身材好, 还会说话, 比你前任还贴心好不好? 他能煮饭, 洗衣服, 帮你上班开会, 甚至还能陪你打电动, 输了还故意让你赢, 超懂试炼。 假如你有一台, 哇塞, 直接被震撼到。 早上叫他泡咖啡, 他端来一杯刚好不烫嘴的拿铁, 还顺便帮你把袜子洗了。 中午你说, 哎, 肚子饿了。 他二话不说, 就烤了个披萨给你吃, 味道比外送还好吃。 更懵的是, 他还会模仿你的声音跟老板请假, 讲得比自己还像自己, 差点连自己都信了哈哈。 听说有些高阶板, 还能跳舞唱歌, 甚至帮你写情书追女神, 真的有够屌。 这个玩意儿怎么用咧? 你可以设定他做任何事了, 想偷懒就让他去超市买菜, 想耍帅就让他陪你出门装保镖, 连狗狗散步他都能带牢, 简直是懒人界的救世主。 更扯的是, 他还能学你的习惯, 时间久了比你妈还了解你, 比如知道你半夜会肚子饿, 直接给你准备宵夜, 感动到想哭啊, 那怎么靠他变土豪咧? 拜托, 这种全能仿生人随便一台都是天价货了, 你可以开个仿生人租赁店, 让有钱人租来炫耀, 每天收租收到手软, 或者你再狠一点, 搞个仿生人服务公司, 专门帮人跑腿, 做家务开会, 收费随便喊, 保证客户多到接不完, 哎, 你想想看, 连明星都可能会租一台当替身拍戏, 你抽个佣金, 钱包直接爆满了, 这第一名全能仿生人助理, 是不是超萌? 他不止帮你省时间, 人生直接起飞脸, 我已经开始存钱准备买一台了, 你呢? 赶快留言告诉我, 你会让他帮你干嘛, 咱们一起脑洞大开了, 2025年有这家伙在, 变土豪根本不是梦啊, 好了, 十大科技发明讲完了, 从第十名的懒人机器人, 到第一名的全能仿生人助理, 哪个最让你心动呢? 赶快留言告诉我, 咱们一起讨论, 2025年怎么靠这些发大财, 喜欢这集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小铃铛, 下次还有更猛的内容等着你哦, 拜拜啦, 祝大家早日变土豪!